世界最大的矿老板赚了10年内最多的钱 但是他的股价却暴跌7%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的生产商和出口商 必合必拖 为什么他今天在发布公告之后 股价出现了暴跌 大家知道自从疫情以来 铁矿石的价格虽然在去年3月到4月有过短暂的下跌 但是随着中国那边控制住疫情之后 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建计划 使得铁矿石价格是一路上涨 之后随着美国和世界央行大规模的印钱和四级经济 大宗商品尤其是铁矿石铜和锂电池 所需要的这些原材料价格是不断上涨 这也使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矿老板 必合必拖集团在过去的12个月中 盈利超过了过去10年的最高峰 综合来说 必合必拖在昨天正式发布了 他们在过去12个月的财报 根据数字显示 必合必拖也就是BHP集团 在2021年财年 一共是盈利大约是259亿美元 同比上涨达到了80%之多 并且他们的税后净利润达到了惊人的170亿美元 同比上涨87% 但是既然这么好的数据 在他公布了数据之后 为什么他的股价在开盘之后就出现了7%的暴跌呢 这里我们就来说一说 他除了公布这些良好的数据之外 另一个重大的新闻 也就是BHP集团将会出售其石油 天然气和能源业务给澳大利亚另一家能源公司 换句话说 他是把自己的四大核心产业 其中的石油天然气 也就是能源产业 应该说是把它抛出去了 我们知道呢 虽然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挖矿的矿老板 但实际上BHP集团的主要业务来自于四个方面 分别是铜 铁 煤 油 铜就是铜 铜矿 铁就是铁矿石 煤就是煤炭 油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那么这四块不同的矿业以及能源 组合成BHP集团的今天巨大的成就 那为什么他现在要把这个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一个 卖给澳洲另一家公司WPL呢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对于BHP集团的 目前的估值出现了大幅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呢 油价从去年的三四月份 曾经最低的五块钱 甚至有一天晚上是付的三十美元 一直到呢 今年最高峰曾经一度呢 是达到了七十五美元 涨幅呢 整整可以说呢 从最低到最高超过了十倍以上 既然这么好的情况 为什么BHP还是要把这个油的业务给卖掉呢 在我看来 如果大家看过我上一条视频的话呢 我们专门讨论了 为什么这个油价现在能在股市上涨的情况下 还在下跌 换句话说 我个人认为 BHP之所以要卖掉它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一个油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它看到了未来 新能源的爆发和传统能源的将会逐步衰退 我们先来说一下传统能源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石油天然气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石油天然气已经逐步从之前 中东占据世界产量主要地位 已经逐步呢 现在由美国正在加入中 尤其是美国的叶岩油 最近几年的成本非常之低 加上它的开采的难度非常之低 产量又非常大 正在逐步冲击石油市场 那么自然的话呢 另外随着现在 不管是欧洲美国 包括中国都制定了 2050或者是2060年的温室 也就是减排计划 降低排放 之后使用传统的能源 包括像煤炭啊 发电啊 石油啊 天然气发电等等 包括汽车 新能源的逐步普及 都会削弱 石油占据人类能源消耗中的重要地位 并何必拖 现在手里握着几百亿美元的现金 大家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业公司 如果一个业务 它知道能够赚很多钱 你说它能卖吗 之所以能卖掉它 一般有两个原因 一 要么就是不赚钱 但明显由目前是赚钱 那为什么赚钱的要卖掉呢 就它觉得 至少在必合必拖看来 石油 开采运输 挖掘天然气等等 这个业务 现在可能赚的已经是最高点 未来的路 可能越来越不好走 这就是在我看来 必合必拖为什么要卖掉它四大支柱业务中油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卖了油之后 它可以收到很多的现金 那么这些钱 对于必合必拖来说 它可以集中在它的核心产业上 也就是铁矿石和铜 另外的煤炭 据我们现在分析的资料来显示 必合必拖也有可能将会分拆其煤炭业务 未来集中将会把钱放在铁和铜上面 而且在我分析来看 最重要或者最有可能的是 必合必拖将会不断扩大 在新能源 以及新能源电动车的电池 原材料上的投入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 锂电池 涅电池和什么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元素 用来制作电池 或者是新能源电动车相关产业 我们知道现在各个国家 全世界都制定了新能源的最终的截止时间 不论是2030、2040年 最终欧洲也好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将会逐步淘汰现有的汽油和柴油车 因此在未来 电动车的销量最终将会超过传统的汽油和柴油车 因此 必合必拖在目前 在石油价格上涨10倍之后 这个高峰卖掉了油 它的核心产业 那么它下一步转型将会去哪里呢 在我看来只有两方面 一 不断加大 它在铁矿石和铜上的投入 二 就是重新把新能源拉进去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